最近推出演唱會DVD的鄭俊宏 這日去到元朗舉行簽唱會 除了與歌迷玩遊戲互動之外 Fat當然獻唱了不少歌曲 給那些忠實歌迷一寶二福 聽到有七點 再之後有人說是四點 早上四點已經來了 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沒有分 又要等那麼久等十幾個小時才開始表演 所以我每次在台上表演 我都會給足100分150分 希望不會令到他們失望 一向熱愛音樂的Fat 接下來就有份為音樂節目 Busking不停音樂演出 曾經試過街頭表演的Fat 連表演形式和去哪些地方演出 都有了頭緒 其實我想我走不開會拿著結他去唱歌 但是這些Busking的最好就是沒有什麼拒束 很自由 你如果彈Solo 你可以彈很多Bus Solo 還有唱你自己心目中喜歡的歌也可以 如果想去哪 我當然想去一些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赤柱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雖然平日Fat工作這麼忙 但適逢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現在在里約舉行得如火如荼 Fat就算多忙都不忙 關心賽事戰況 這一輪都要看一些奧運 有時間就會去看 會看拳擊 看看游泳 剛剛知道新加坡的Schooling 贏了他的偶像Michael Phelps 很多很感人 和很inspiring的故事 在今場的奧運發生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